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突现了一个奇迹 它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知 也成为了全球70亿人心目当中的慰藉之谜 那就是世界第一强国倾尽全力 手段起初持续打压了70多年 竟然都没有办法搞垮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不仅没有崩塌 甚至还发展成为了地球上为二的超级大国 这种事情的离谱程度 已经超出了整个西方的认知 以至于他们现在看我们的表情 就像看怪物一样 不信你带着他们的视角来看一下问题 就知道这个事到底有多离谱 首先是1950年 咱们国家刚成立百费代星 他们就想着赶紧过来打压我们 但是结果呢 他们被我们胖揍了一顿 被迫签定了停战条约 这是他们的热战势力 然后他们看热战打不过 那就玩冷战 对我们进行了封锁禁运 想把我们卡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 那结果呢 最后他们的总统亲自跑到中国来 要和我们恢复关系 这是他们的冷战势力 在经历了热战冷战的双重失败之后 他们就想起了玩阴招 要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 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所以在实行期间 他们还发动了多次金融战 科技战 贸易战 甚至连最上不了台面的生物战 都用上了 可以说啊 你能想到的所有办法 他们基本上都对我们用过了 除了丢核武器 但结果呢 他们不仅没能够将我们打倒 反而还让我们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 甚至在某些领域 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 这个魔幻的结局 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 于是开始痛定思痛 反思起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最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 原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文化法权 无法压制住我们的中华文明 这一点他们国内的精英 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比如说他们的战略大师亨廷顿 在文明的冲突艺术当中 就明确指出过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种赤裸裸的发言 是深深的刺痛了美国高层的自尊心 他们认为 自己能战胜日本 伊拉克 南斯拉夫和苏联 那就一定能够战胜咱们 所以他们手段起初拼尽全力 可结果还是无能为力 到这时 他们才认真思考起了中美之间的文明差距 然后重新针对我们 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文明打击计划 这个文明打击计划 我称之为文明降维打击 其目标是将中华文明拉到和美国同一水平 然后再从内部对我们进行分化瓦解 直到实现肢解咱们的目的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美国将三套方案结合在一起同时发力 第一套方案是苏联方案 是当年美国战胜苏联使用的方法 具体做法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年轻人宣传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 当时的美国议员多勒斯说的很清楚 先教会苏联的年轻人让他们唱我们的歌 跳我们的舞 假以时日 他们迟早会学会用我们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除了文化渗透 他们还在教育领域进行了渗透 1958年的时候 美国主动提出了要和苏联交换一万名大学生 来进行交流学习 费用美国全包 这个看似特别大方的一个建议实则是一个巨大的坑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 这批新人有朝一日会掌权 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这一代人 果然 这批赴美留学生很快思想就发生了巨变 他们认为美国就是最好的 空气香甜 遍地黄金 所以当他们回国之后就开始四处攻击苏联的制度 更可怕的是这群人还有身居高位者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的军师 兼苏联宣传部长雅克福列夫 还有曾赴美交流的叶列钦 他们都在苏联解体过程当中发挥了巨逐轻重的作用 当然除了苏联方案之外 美国还对我们用上了第二套方案 那就是日韩方案 这套方案有两个实施的重点 一个是宣传娘炮文化 让我们的男性失去血性 另一个则是鼓吹女权崛起 制造男女对立 让我们的女性不再善良 当然除了苏联方案和日韩方案之外 美国人为了更加保险 还针对我们的国情 贴心地制定了第三套方案 这套方案的灵感是基辛格的那句话 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拥有着 四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美国人听懂了其中的意思 他们明白中国之所以那么强大 是因为我们一方面 是一个持续了几千年大一统的王国 凝聚力非常强 很难进行瓦解分化 而且我们能制定一个个的五年计划 乃至百年计划 长久持续地发动举国之力去做事情 这也是中国强大的重要原因 所以想要战胜中国 那美国就必须先挖掉我们的根基 大一统 中国为什么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里 一直保持统一 而没有像欧洲那样 分裂成几十个国家呢 答案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一统 和世界大统的观念 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 比如说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里面 就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 何掩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中国人很早以前就有了集体主义的概念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就是对于民族的看法 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刻意地进行民族区分 西州统一之后 为了天下的安定 我们想出了是用礼乐制度来进行维系 只要生活在国土之内 并且认可礼乐制度 那我们就接纳你是自己人 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就更没有想着用民族来进行区分了 车同轨书同文 大家都是一家人 从那以后 华夏56个民族 不管谁入主中原 咱们都是自己人 面对这种强大的凝聚力 美国人自然很难从内部来进行分化瓦解 所以他们想的办法是 拉低我们的文明层次 重新回到民族叙事 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会频繁炒作人权问题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用民族叙事来代替文明叙事 让我们内部先出现分歧 然后才能够趁机击败我们 过去很多人总是疑惑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全盘学习美国的制度 他们以为只要全盘学习美国制度 我们立马就能成为世界第一 殊不知 这个世界上学习美国最多的国家就是印度 如今呢 他们的百姓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看完美国这三套方案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为我们制定的这套文明打击计划 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呢 我个人认为是确实起到了一些影响 但大的方向还是无法动摇 比如说男女对立 听着利己 人情冷漠 肉肉强食 这些西方输出的价值观 就深刻的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国内的一些精英分子 自以为是接受了一点高等教育 就四处置点江山 频繁地鼓吹美国制度 说那里空气都是甜的 遍地都是黄金 人人都能住大号死 可事实证明呢 美国所谓的自由 根本就是虚伪的自由 一切都是在为大资本家服务 只要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立马就会进行禁止 比如说封禁 TikTok和禁止讨论犹太人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有美国宣传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 毫无道德底线 没有尊老爱幼 没有对穷人的救济 有的只有是 弱肉强食强者为尊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 被很多人奉为规念 他们的眼里只有拳头和金钱 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自己 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观念 影响了一大批精致利己的人 但即便如此 我们在大方向上 还是没有动摇基本路线的 因为中华文明流传千年 我们的古圣先哲 提出的那些至高理想 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骨髓里 比如说修身治国 齐下平天下 比如说世界大同 知性合一 再比如说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胜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心里明白 这才是中国人 该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像西方那种低级的强盗文明 压根就不值得我们来学习 以前是因为我们弱小 所以很多人 把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技术落后 当成了文明落后 把我们优秀的文明传统 当成了封建造谱 可随着这些年 我们的国力增长 我们慢慢变得更加自信 反而是美国人自己 好莱坞大片不再受欢迎 纠结山最聪明 变成了流浪汉和粪便 还有丑陋的罗里岛事件 和支持以色列屠杀的暴行 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清了 美国的真面目 也让美国经营多年的文化霸权 在国内出现了全面崩盘之势 我相信当旧日的灯塔即将熄灭 一轮明亮的新日 必将在遥远的东方 冉冉升起 导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